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 你看他胸前有一个白色的那个 那个不是瑕疵 那是带着一个奖章 那个奖章是解放以后第一批自愿报名参加公司合营的 算是积极分子吧 金老师 大过年的您还您不露一手 太反馈了 我虽然是蒙古奇人的后代 可是这个从来没学过 今儿半经年诗吧 您是文人 你教训我 怎么办 教一教大家 这个清朝这个世界不像这个欧式的事 用三指 用一个大拇指 前面用虎口推着这个弓 然后稍微要去臂 含胸 拉到这就可以了 那拉到什么程度算是满功呢 拉到这块 眼睛 因为你让你们眼睛来瞄准吗 这样啊 对 大耳的眼睛 你老师真的假的 非常要紧 杨老师让我找熟悉 他是我们北京市非常著名的文化遗产传承人 说这个古兵器怎么还有文化呢 大有文化 就像杨老那个宝宫的名文里说的 文武艺和身躯 画像福桑 鸟害受服 所谓文武艺 就是我们说的文武之道 一张一池 这个弓是拉开放下 拉开放下 不能老拉着 老拉着他就折了 要有张有池 这个就像治理国家也 里边有大道理的 说的何超宗 款 葫芦款也好 还是何来也好 我们这个上面没款 何超宗的款 在他之前 祭名款极少 有没有可能这座观音在何超宗之前 除了观音之外 他旁边站的这个人 我们叫童子 面部呢特别刻的好 儒雅 沉稳 善良 完全凝余一体 这个童子刻的是我看到的童子里这是刻的最漂亮的一个 这个童子是谁 他干嘛的 华言经里有过记载 就是他生下来以后呢 就带来很多财富给家里 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善财 可是善财他不爱财 他一心向佛 终成正果 最后修身成了菩萨 我们说自在观音 像这品观音呢 从容自在 你看他腿翘起来 手垂下去 理论上讲呢 是右边重了一点 但是他把这个头微微 微微向左边一转 就保持住了这种平衡 那种美感 那种从容自在 那种大慈大悲 在里头都得到了体现 非常精彩 今后不准你在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就投了60万 是第一点 因为你没有收藏经验 破例是有的 我们叫眼力财力破例 过去 艳品少还可以 现在艳品多了 要提高警惕 我们德化的词说 尤其是德化神佛的词说 在明中叶以后 对于后来的 各类工艺美术品的 神和佛的造像 是一个起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做雕的 木雕的 牙雕的 脚雕的 同住的 他这个神和佛 都来源于 我们德化的词说 这个影响 是其他所有的东西 不可逼你的 反正他60多万 这个应该是不止啊 你夫人恐怕 也应该为此而高兴 现在绝对不是这个价了 这个明中期的 德化 红油白的观音啊 红子观音啊